好 进行诈骗集团相当的猖獗 不少民众都以这个投资诈骗上当之后 被这个诈团要求将这个金融卡放置 在这个火车站内的置物柜内 那目前呢 铁井在今年初到现在就已经接获有37件 而且呢 从今期上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车所要前往领取的时候 神色呢 还有点慌张呢 立刻就被这个警方来试破 我们来听一下 稍找访问 在事后 这些民众会跑到警方这边来报案 声称自己是因为遭到诈骗 所以提供这个提款卡 但是在洗钱防治法修法之后 只要交付自己的提款卡 有对价的关系 以及放到三本以上呢 就直接是洗钱的行为了 请民众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好 就怕类似的这样的状况呢 层出不穷 目前呢 铁路警察呢 也在这个车站的各个置物柜上面 贴上了这个防炸的标语之外呢 也放了这个感应的广播器 只要有人靠近要放这个置物柜的时候 就会再次提醒民众 不要再把金融卡放到这个置物柜内 因为这样的行为 也有可能会使你成为洗钱共犯